2002年 历史博物馆曾经帮忙 袁续珍老师举办回顾展 我参观展览的时候 发现老师的油画作品 颜色都保存得相当好 大概是因为老师作画师 颜料中只加一点点油料 而且彼此厚重的关系 才没有褪色变色的问题 1979年老师吃饭了 袁续珍化吉 黄俊碧教授在续言里写 袁教授擅长折瘦 申请观暗调配自然 垂液连燃 申请磅礴 其作品不许均匀比例凶横 得其神妙不求共戏 比起其他人用薄薄的油彩 注重构图和寿描计划 细致地描绘 袁绕老师的油画作品自然潇洒 说看之下好像随意地东一笔西一笔 然后在欣赏的时候 几乎能体会艺术家创作时 内心的感受如此不拘细节 直观表达 特许这才是意识的真谛 话说回来 袁绕生在教学时 非常注重学生所画的人体 解决后要求学生要画全体性的寿描 如果人体的肌肉画的不像 老师总会说 今天回去洗澡要继续看看 所以老师作画时自在于灰洒的背后 是花了四十年的光阴 累积身后的基础 才得呈现这么精彩的作品给大家欣赏 袁续珍老师在我大学三年纪的时候 担任我们的寿描老师 那时候社会很保守 找模特是很困难的 但是袁绕是坚持要找模特来写生 说不画人体四秒 怎么知道人体解剖 不懂人体解剖画出来的人 人像无法表达人体的线条比例都不对 如何能称为人体化呢 因此后来找了林诗段小姐来当模特 不过是穿衣服的 那时候一般的人还不能适应当罗体模特 有一天袁老师把我叫到教室外面说 明天你到我家里来画画 但这件事不要跟别人说 那一年我得到全系的油画比赛第一名 四秒也画得很好 但是我的衣服穿得很邋遢 沾满油画饮料 头发也留得非常长 一块钱买来的皮鞋 也因为踢足球的关系 鞋间都破了 走路一开一合的 我那个时候心里想 老师怎么叫我到家里去画画呢 我们班上有国旦代表的儿子女儿 交通部长的女儿 乡军的女儿 老师怎么不叫他们去画 大概老师看我平常很认真 很怕同学知道 所以才把我叫到教室外面 悄悄跟我说这件事 第二天老师的家里 有三四位太太和我一起要画画 我记者有三金总院的 黄色科医生吴静的太太 还有几位官方的太太 和空军飞行员的太太 老师看到我的皮鞋 破的不像画 就叫我隔天 大概一张三十号的画布来 那个时候心里就觉得很奇怪 现在这张画还没有画完呢 老师怎么叫我带新的画布 但是我还是照做了 隔天中午休息时间 老师叫我用那张新画布 画无精的太太 大概画了三四次之后 老师就叫我把那张优画送给吴太太 第二天我画完四秒 要离开老师家里的时候 四次都找不到那双破皮鞋 反而是有一双新皮鞋摆在那里 老师说这是吴太太送给你的 穿起来十分合适 原来老师看我皮鞋那么破 想到穷学生可能买不起新皮鞋 就叫我帮吴太太画校园再以此为借口 让吴太太帮我码新的皮鞋 过去的点点滴滴回想起来 林老师对学生的体贴日伪让我到现在永久十分难乱 都不知道